今天讲这个故事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他究竟他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呢? 话说有一位企业家 他在行内是以稳健注清的 即使他每天身处在顺色万变的商场之中 他都几乎没有犯下任何致命的过失 所以他经营的公司就日渐成长了 几年之后他要退休 在他荣休的时候 记者就问他 你几十年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 他只是笑着说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 我之所以能够顺利 是因为我懂得在愤怒的时候 小说话 小做决定 所以我就不容易坏了大事 这个这么简单的说话 但是可以令到当场的所有的人 学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就是 发生的时候 不要做任何决定 冷静点 少说话 因为当我们冷静回想回我们过去发生猛疹气 那时候我们出现的情绪 念头或者我们观察 这些发生的人 他们都有一共通点 就是他们发生的时候 智商只得五岁小朋友的智商的水平 所以无论你一个人 现在你多少岁 当他很生气 气急败坏的时候 他的考虑是不成熟的 他的情绪是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言语是失控的 他的表现也是失态的 他所有的表现都是一个五岁小孩子的 不成熟的表现 所以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他的怡态、EQ、智慧都会完全大大退化 他所说出来的说话 所做的决定都会成事不足 大事有余 那好像这位退休的企业家 他所以能够一路平稳顺利 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手腕 而是他懂得在愤怒的时候 小说话不要做决定 那他就没有容易出错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在愤怒的时候 所做的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们的表现是失态的 因为当时我们只有五岁小朋友的智商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说话 愤怒时莫作任何决定 小说话 否则就不了大事了